大家好 这是一个武汉来的学员姓渊 来了有十多天 十二天 十二天 反正待我这儿看视频呢 一晚上上来都是铁书不太多的 原来什么呢 他敢学这个活 现在 你来介绍介绍自己吧 是吗 我到这边来呢十二天 然后呢十二天做了这么几个东西 一个五踢柜 然后一个盒子 抽拉的这种盒子 然后再两个四腿八叉的凳子 就是这十二天我就做了 正是你们几个东西 在以前呢就是 我跟那个镜头前面的大家差不多 就是也是属于我们师傅的粉丝 也是看了好多年 从以前优酷开始 一直在追这个他的每一件作品 那我以前呢就是相当于是 就是懂很多就是相关的 笋某啊什么的 我看看都懂 然后呢就在想这个问题 就是看看都会 然后一做就废 在家里面我们也 我自己也做过小凳子啊什么的 那跟现在相比 就是来了这么十几天相比呢 那差老远了 那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然后到这里来了之后呢 师傅呢就是 经常就指导我们做一些 这个我们的活 然后具体里面有一些技巧啊 或者是说技能 让我们技能提升那些东西啊 主要是在基本功这个上面 具体做的方法呢 我觉得大家 这属于知识层面的东西 就是说在网上面 大家都可以看到 笋某怎么连接啊 对对对 那个技能方面呢 就完全没有就是 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这个储备 然后来这里呢 就是纯粹的就是想动手 自己来做一做 看一看自己能不能做出来 其实刚刚开始的一两天呢 对我自己来说打击很大 嗯 我以前呢在视频上面看的 都挺简单 都挺简单 这么一 然后呢 具体你在动手的时候 你才知道 这个事情并不是我们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然后我做的时候呢 就是深刻的感受到我们的基本功有多重要 就是说你基本功是靠练出来的嘛 基本功这个东西呢 就限制了我们做东西的难度 如果说你基本功很好 你可以做很难很复杂的一些东西 你可以做做得很漂亮 你也敢做 那我们现在就是基本功这一块 就动手的能力 或者实际操作的能力 还远远达不到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这个感受 然后另外呢 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以往在看这些视频 以及说我们在收集木工 因为我也是个爱好者嘛 收集这方面的相关知识的时候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就是说想搞懂某种顺毛 或者某一种技巧 是可以在网上面通过知识的学习 去了解到的 对 但是呢如果说你把它转换成技能 这个事情就是两码事情 那就不一样吧 对 对对对 这就是我们我的一个深刻的体会 那我们如果说希望把知识转化成自己的技能 比如说我懂这个木工的有一些损毛 然后比如说比如说燕尾笋 燕尾笋我以前做的好几次都没做成功 自己的自己根据所有自己所有的知识来学 学着做这个燕尾笋都没做成功 那我们想把这个知识转化成技能 唯一的办法就是练习 对对对没说你不动手不行啊 对 那师傅刚刚我刚刚来的第二天就就给了我两块这么长的 这么长的板子 对 让我来做燕尾笋 那个板子是越锯越短 越锯越短 对对对对对 然后练了大概我做了有有七八对笋毛 就是这个燕尾笋 然后才开始做这个第一个做燕尾笋的这个盒子 对对 才开始做做的锯到这么短 这么短的时候开始 那这是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人在把知识转化成技能的时候 是需要有练习的过程 没错没错 你总归你光看着不行 看着你代码你不动手也没戏 对对 所以说我是比较反对就是说 就是空谈这些知识层面的东西 这个这个说我知识知道哪些东西 或者了解哪些东西 这个其实知识的获取 现在来说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反倒是技能 为什么说我宁愿这么千里抬抬的跑到这里来跟师傅来学习这个东西呢 就是要把知识转换成技能 这就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感受 没错 其实塔来了之后这几天 你要是论说论骂玩 你这都是有指示的 你听人说话 他确实 他在理 但是我呢 他干活肯定是慢玩 这就是一点点 你看他做这东西嘛 你闻看飞机就是活彩的 你看这都是 这全没有脚 问题是在哪呢 所以说真的 要是论他这种 要有指示 又能做这活的 还是这么多 你看我这个光会做活 你要是他这个 这个知识啊 这个技能啊 但是我 特别 那个 充满他说的就是这话 他就说的 就给他练那个清识 是什么 对啊 他跟我说 所以这清识的东西 你比如说你练会了 那个叫技能 对 是吧 你放下之后 好像十年五期 拿过来真识 还是二期真识 对 你如果他说的那个指示的概念就是 你比如说五加五等于十 那叫指示吧 对 等回来之后 卡文卡大塔的时候就说 你要过十年 有可能你要老不用这个数 有可能他只能忘了 对 是不是那么亮 对 就是在学校里面 坐在教室里面 老师讲 然后你在下面听 这样子传授的呢 可能是知识的更多一些 那如果说我们 比如说我们上体育课的时候 我们要学打篮球 对 体育老师就不可能站 站在教室里面跟你讲打篮球 怎么打 可能讲规则的时候 可能会 规则属于知识嘛 对 但如果说你说你要三步上栏怎么去上 那还是要到操场去实践 对吧 你不可能在教室里面讲得清楚 第一步怎么跳 第二步怎么跳 完了之后你就可以在学校运动会上面拿冠军 对 对 他说这确实是有这个道理 应该 他应该 悟性也最好 咱说句两句话 他既然那么远 从武汉过来 你想 他就早有准备 应该 说句实话 一天到晚也不闲着 应该是个 假如来 反正自己要兴了 你这党的爱好也好 自己党的事也好 主要是个爱好 都兴了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 我自己通过这几天跟师傅的这个相处啊 我发现师傅身上有很多特点 这个特点呢 作为我们年轻人 真是可以很好的给我们一个启示 就是什么呢 第一个呢 就是说我在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说 跟师傅一样的这种木工啊 全国各地 或者跟他这一批的木工很毒很毒 然后做到现在做到这个程度 然后呢 自己呢 把他作为一个兴趣爱好 然后做的每天做的很高兴很开心 然后就像他说的 我做的东西我不卖 多少钱我不卖 我就是留给我自己 我自己看自己玩 实际上它是一个玩的过程 然后他为什么会做到 像现在这一步 其实就是 我的观察就是说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他确实有这个能力 去把这个木工这个事情做好 首先要具备这个能力 40多年的 对 没错 对吧 我刚才说了 基本工就能够 就是决定你做这个 木工作品的难度 或者是说复杂度 没错 就是他这个师傅的这个 基本工啊 各方面的知识啊 储备经验呢 他就足以支撑他做一些复杂的 一些难度很高的 这样一些精品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师傅的这个 就是把自己的事业变成自己的一种爱好 这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就有很多人自己的职业啊 他并不是自己喜欢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他他如果说他做一件事情 做完了之后下班了之后 他完全听的不想听 看的不想看完全不想碰相关的事情 但是师傅呢他就不管什么时候 他都会拿起木工的工作去做 然后一做就是四十多年 坚持到现在 然后这就是让师傅能够有今天 我觉得是这个是主要的两个原因 一个是兴趣 一个是能力 没错没错没错 其实我要干活 咱说一两个话 我说着呢我生在干活 我的人大小就想不住 说着呢你要说不让我干活 我还真是难受 反正这一辈子就干活 守这个命 所以说应该反正 我叫做我自己用一块破木头 你慢慢做出来的东西 这大伙认可 有的还说买一个 怎么什么躲钱躲钱 咱不是所谓的卖了这个钱 咱出来不卖 就说这个体验一个自身的价值 对 就是你买了一个十块钱的木头 做完了能支一百 甚至还躲着躲 哎我讲自己搞兴 实际上咱根本就不想卖了这个东西 咱也不卖 反正你看他躺不来了 要难正理所 他肯定做不了这活 是失钱我把他撂 因为我有拼帽有个哑帽 就都给他压毫了 他来了广去练的烟毫时候 练的烟毫时候练的些东西 练的四腿八腿的 所以说你要是比方说的话 咱平行说你要是让他挂料 你要让他拉锯 别说十二天 你这十二天管你拉我这二十八寸锯 你也拉不直 所以说严谨那么大老爷来了 就是一边练着拉锯 一边削着 一边就把基本功学好 对 他说我的基本功特别重要 对 你没有没有基本功 你什么你也做不了 对 你说是不是那么聊 对 他就是做不了 他做了嘛 所以说呢 他这种有知识的 讲来学完就玩这个东西厉害 你在我们这个说 就说多大 这也是多少 但是师傅的教学方法呢 也很怎么说呢 是一个很很好的一个教学方法 就是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 然后师傅就问我你想做什么 然后我就说我想做盒子 或者说想做五体柜 然后呢旁边有的同学就说 师傅你为什么不跟他规定一下 要求他做什么 或者是说你要个针对性的安排一些相关的目工给他做 师傅就说 就说兴趣最重要 他只要高兴的 愿意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才会全身心的投入 而且会把这个工艺做到精益求精 这样子他的这个水平才能够提升 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太棒了 他说的确实是东西 你想让他要来的就习惯做就喝 你干嘛不要人做就喝 师傅我也叫做 给你弄几块木头刮过木头练的时候 我也省掉我也省了 所以说他这个东西就是 你自己作为习惯这种东西 是吧 你自己去做他有兴趣 你就不习惯这个凳子 你非得让他做凳子 他就不舒服 所以说 既然那么远来了 咱说先量上这儿学来 你可不是闹着玩的 好假的那么远 到时候还骂玩 挺好的 嗯 我希望呢 就是在未来的时间呢 跟师傅好好 第一个学会更好的学手艺 另外一个呢 跟师傅好好地学一下 他做人面对木工 或者面对自己的职业 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好 我就希望越学越好了 太好了 好 大家早 好 再见